我们家里的爱国 不需要口头说的 是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奶奶 他们以他们的行动影响我们的 培养大家需要明白 就是一个中国人 应该就是以身作主 还是是苏联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在香港长大的企业家 有机会通往改革开放 可以到内地去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 我们觉得这个机会是难能可贵 1980年我们做第一个合资企业 等于开了中国一个新的行业 1979年上一份 当我爸爸谈说 吴先生我们希望你到北京 跟民航去谈谈做生意 做合资企业航空食品 因为我们希望快点做好 航空配餐以后可以中美通行 当时候内地还没有合资企业法 民航局局长跟我爸爸说 老虎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批不下来 你可不可以先租地拿500万港币 入资 我爸爸就跟他说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们第二天回去就开始要 爸爸要求500万港币 最后钱也到位 设备也到了 同学也合同批不下来 邓小平先生问他说 你跟香港母亲做的事情 他懂不懂得做面包 因为邓小平先生在 他以前坐我们内地的飞机 面包老是掉架的 做得不好 所以他才很懂得做面包 所以邓小平先生快点拿下来 批下来 最后我们5月1号就开演 我们要从头开始培训西餐指示 引进很多现代化的设备 培养很多专业的人才 我要引进了很多蔬菜 现在带着去那个玻璃生菜 西兰花 都是我引进的种子 企业都要对国家有一定的 国家承担的账任 也要为社会做一定的贡献 所以对这个事情 我非常有信心做好 爸爸因为也许作为华朝的后代 中文的传统的结论 他肯定带我们去参加这些活动 给我们看到很多他们的 上一辈的怎么尊重主席 学学的中国人 这个国家的概念 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说印第一样 大家认识我是中国人 所以读大学的时候 我经常去开了中国同学会 在学校我们搞了很多 介绍中国的生活习惯 这活动都做了 香港回归的时候 半夜12点钟的时候 中国的国旗升起来 一分一秒都很准 所以在香港第一次听到国歌 是一个正式唱和我们国歌唱起来 我们大家非常激动 因为觉得现在是 主席有一个中国人的身份 去香港正式回归主席的国家了 参加那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看到我爸爸站起来 非常兴奋 他只是逗人类 当时他觉得我们中人强起来 他不过去富起来 他只是去跟全世界交朋友 2019年因为香港当时受到社会不稳定的冲击 我当时是用香港歌曲婦女联合协定会 监察顾问身份去参加 到时候我们会就是合超纯女联合协定会 我们两个都是一块去 我说香港我们的环境跟媒体报道都不一样 完全是不对的 香港从来都很和平 很享受生活 我个人觉得这些年轻人很多是 后面有人散动他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跟年轻人 多交流才行 我们在香港也希望为社会做点工作 所以从教育方面 从培训方面多多培训工作 我们也多安排香港年轻人到内地 我们用民间身份 带了大概一百多个团 回来以后现在有些学生读博士 做教授 读中国哲学 有些读中医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的人生根据我们去 让那些改变这些医生人 我们现在推动在学校里 冲毛笔字打太极船 现在香港我们最缺的是家庭教育 家里爸爸妈妈给他的家教 他一生难忘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爸爸妈妈跟孩子多一点到大湾区 参照活动 可以大湾区买点东西 到佛山到什么地方 一天有两天有 我去中山 吃个中山的乳狗很好吃啊 有时候这个方法比较深刻讲话更有用 软性的方法来做 我觉得香港要理解 主体得到国家给他这么多的支持 以特别的照顾 我觉得将来在学校的教育 要懂得我们谁从哪来 我们的蔬菜从哪来 谁将香港的社会的经济拖起来 我做了三级政学委员 三级政学成委 我从1979年80年到那里三千多次 到西藏我都去过三十多次 用这个政学成委 身份跟不同的政府机构联络 研究外出来的那里 用数码中心社会的平台 又用这个平台安排了很多 那里的企业家 那里的访问团到外国 我从来没有觉得 推销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推销是你的人的脑袋 觉得真的不行 做不下去就退销 而且现在这个世界 是世纪这么发达 大家越跟社会借轨 我最喜欢是一个称号 是我是香港出生的中国人 别的给你的称号是一个过渡 最后呢 问你是什么是 是什么人的学 香港讲到中国人